公民党副總統參選人 確定由前老委會主委王如璇出現 宣告朱璇沛正式成軍 外界很好奇朱立倫選定副手人選之前 是否有跟總統馬英九討論 對此馬總統笑而不達 留下了不曉的想像空間 總統你看不看好朱璇沛 朱立倫有跟你討論過副手人選嗎 總統覺得王如璇有幫朱立倫選情加分嗎 馬總統下午出席世界精神 醫學會國際大會開幕典禮時 看到媒體揮手微笑 但是沒有停下腳步回答問題 外界認為王如璇會踏入政壇 是因為他曾經在馬總統競選時 幫忙起草婦女政策白皮書 後來入閣 不過前年馬王政爭時 前檢察總長黃世民被法院認定 涉嫌泄漏監聽 而王如璇當時擔任黃世民的辯護律師 也被外界解讀是 王如璇跟馬英九的關係不錯